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卧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了模式修正符 对吧 学了两个符号 还有其他的符号 咱们在这节课来介绍 我们把手续打开看一下 模式修正符号有这么多对不对 当然了有一些你是根本都用不上的 所以咱就不在这里介绍了 就不浪费那个时间去学习了 比如说像这里边的 像A符号和D符号 他们的作用A符号就是跟斜杠A是一样的 那斜杠A又跟上档箭头是一样的 匹配什么什么开头 那加上这个就匹配什么什么结尾 对不对 咱们正符表达是本身能做得到 所以这两个就不用了 就怎么 像这个咱们也不用 大U咱们不用 对吧 但是也建议不用 有其他替代方法都给大家说 这个怎么 咱也不经常使用 下面也不经常使用 所以把经常使用的符号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按照顺序来 比如说 这个S符号 看一下 看它的描述 如果设定了此模式修正符 模式修正符的原点 能匹配所有字符 包括换行符号 对吧 那就意味着 在不使用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修正符S的时候 点所有都能匹配 但是不能匹配换行符 明白 加上这个的话 换行符就可以匹配了 嗯 就这意思 所以那话 我们这话 接着 S 这干嘛呢 用来修正 什么 修正正则表达式中的点可以匹配 对 换行符号 对 换行符号了 嗯 如果不加这个的话 它就不能匹配换上符号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块做一个 嗯 这块吧 比如说 这是一个test测试 对不对 对吧 那比如说 我这块 T E 点 星 点加号吧 就是点星 S T 你看一下 我中间视频上的匹配 那假如说就一个方 或者星是代表什么 加什么 最少一个或多个 这个E的出现 对不对 对吧 不是这个E出现的次数 是一个或多个 是这个点 看到了吗 对吧 那现在我这块 现在咱这两口号先不用 对不对 现在我这块test 这块中间 是不是必须得有一个方号 那回车算不算一个 回车算不算一个 一个方法 算法吧 默认这个点能匹配成功的回车吗 我们来试一下 抓心一下 是不是就匹配失败了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点默认它不匹配谁啊 回车 那如果我这块加一个什么方法啊 加个S 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可以干嘛了 可以让这个点匹配回车了 那么TE和ST中间 是不是就有一个字符了 对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能能匹配成功的 你看 是不是就匹配成功了 对吧 这就是S的这个作用 一般的能证度表达是经常配合SU 对吧 就是因为要点 所有能匹配 不然的话 这块 默认点 不能 怎么的 匹配 回车换行 回车换 是不是 现在就可以了 好 现在保持一下 S就是P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方 再挑一看啊 比如这个X那个方 这个X它是干嘛的呢 你看 设置此模式修正符 模式中的空白 除了被转意的 或在字符中以外的 就怎么的 会被忽略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X也很好理解 我先写出来 再把描述给大家写出来啊 你看啊 这是一个测试 对不对 测试什么呢 测试 外部SERVER 对 测试外部补起 对不对 外部SERV 手这么大写吧 对不对 然后我这块想不匹配大家写的 你看 外部SERVER 外部SERV 看到了吗 这样 然后 我这块加个I 是不匹配大小写啊 那就能匹配到 对不对 现在你看是能匹配到的 这没问题 外部SERVER不匹配到 对吧 然后呢 但是有的外部SERVER 它 在字幕串中被视为是两个次 看到了吗 嗯 也有的在字幕串被视为一个次 也就是 这样 看到了吗 对 而我们这个外部SERVER 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个 在正的表达式中间会有一个空格 对不对 那空格是不是就空白 对 现在它只找外部和SERVER中间有空白 这个 但实际字幕串中有这个吗 没有 是没有啊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块 加一个什么符号呢 X 看一下我们再来匹配一下 找不找到 找了 对吧 这个小S 是不是就忽略了空白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块就进一个 下X的话 忽略 修正 正 则表达是干嘛呀 可以 忽略 可以忽略 可以或者可以的呢 可以省略 可以省 可以省略什么 可以省略空白 看到了吗 也就是让这个加个小X 正的表达是空白 就可以忽略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再空白不行吗 这不就不行了 对不对 咱说了 如果正在表达写的时候 再空白 把空白去掉 那么就用X就可以 知道吧 当然了 他就忽略了这空白 那么有空白就辟不到了 我看 这个也是咱们经常会用到的 那再看一下 加一个 看这个E的修正符 这个E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在这块咱们讲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被学正则表达式处理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是跟这个函数配合使用的时候才用得到 听懂吧 所以呢 所以咱们后边会讲这个函数的时候再回过来说这个E的模式学正符 咱们先选那一块好不好 嗯 那再往下看 A和Z没有标 大S也没有标 对吧 大X这些也没有标 U也没有标 那这个大U 这里边咱们有对比讲一下 其实下边的都不算重要了 对不对 在那个大U呢 我给你提示一下 你也不要去用它 为什么不要去用它呢 你看一下 我先给你举一个例子 先把大U放这儿啊 咱们常用的就这么几个 嗯 看到了啊 假如说 我这里边 匹配 你看啊 我这块加个B标签 斜杠B标签 看到了吗 嗯 我把外边这块 也加个B标签 斜杠B标签 我现在要做的是我把B标签的内容匹配出来 对吧 那 我想匹配B标签怎么办呢 哎 不许一大型 对不对 说B标签开始啊 斜杠B标签结束 对吧 当然了B标签这个监管号 是不是有可能特殊字符啊 嗯 这特殊字符 这特殊字符 都转移对不对 嗯 是不是把B标签写完 然后有特殊字符 是不是转移就可以了 对 然后B标签中间 是不是什么字符都有可能 嗯 对吧 那咱们是也可 能没有 这么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用第二 行 快点 我用点儿行 那点儿是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所有字符都能匹配 对吧 那如果你想要的匹配谁啊 加个S什么的 是不是换号处都能匹配了 对 对吧 嗯 嗯 那 这话是不是就能匹配 然后括号里的存储内容 是不是就是什么 匹配出来的内容 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匹配成功 匹配成功 匹配成功了 但是匹配出来的是A字吗 什么 什么 是不是从这到这 嗯 对吧 也就意味着从这到这 为什么从这到这 也就意味着这块是什么 从这开始匹配 一直到这个B结束 嗯 对吧 所以这里边要注意一个细节 什么呢 点 点心或者是什么 加 或者或者点加 这些他什么 点可以代表任意字符 对不对 然后新号和加号都可以代表任意多个 新号比加号多了一功能 可以代表零个多个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办 这种结构 因为经常会用到这个 比如说 嗯 B标签中间的符号 你知道什么符号 就得任意字符对不对 所以那就得用这个 用这个 那就怎么办 正则 比较 答是 比较 怎么办 贪婪 贪婪是 懒吗 这个正则表达比较贪婪 为什么比较贪婪 你看啊 我明明想匹配的是这个B标签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B标签 或者这俩都取过来 是不是这意思 但是他给我匹配到了 比如我用所有的 你看用所有的匹配 对不对 那想匹配单独的这个B标签和这个B标签 但是呢 斜杠B开始 正在表达是不是斜杠B 就是以B标签开始 对对吧 然后中间是个点星 你看点星 那这个标签是别人点像贪婪 把这些都匹配到了 一直到这块 对 对吧 在后边没有了 是不是才以这个结束 这不是咱们想要的 他太贪婪了 怎么解决这个贪婪的模式 你在这块加一个大U 看到了吧 就可以 怎么呢 就可以取消这个他太模式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有的说是取消我的设置 一会儿咱们再详细的看啊 你看 我现在再一刷新一家 看到了吗 是把A子和外部匹配出来了 不他了 对不对 遇到第一个该结束的 他就结束了 这个遇到第一个该结束 你就结束了 没他了对吧 这大U 但是呢 平时咱们怎么的 尽量不要用大U的形式 因为虽然是一破语言兼容的正常表达式 比如说GS 他没有自己模式修正乎 或者其他语言 没有自己模式修正乎 如果正常表达式 你非得按PRP这么写的话 那是不是不兼容了 对 所以当平时解决贪婪的模式是这么做的 看一下 那我现在不加这个是不是又开始贪婪了 对 是不是匹配的是这个字不化 不是A子和外部两个 那怎么取消记住了一个技巧 在 星后边加个问号 就变成这样也可以取消贪婪模式 点星问号和点加问号 好多人都会问我什么呢 说这个星不就零个或者一个吗 对不对 那你再加问号的话 那也没什么作用呢 作用就是这个组合 就是能取消贪婪模式 就这么 所以你看用这种方式 那么都是一个技巧 那所有其他语言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咱们既然用这种不用大优的方式 明白这个是吧 也就是在这话 你看我加上这个之后 跟刚才可加大优的结果是一样的 是不是A子和外部都出来了 所以点星问号 那个问号可有一个作用干嘛 是不是防止贪婪呢 对吧 不要认为这是没有用的 就什么 那假如这两个都可以 我两个能不能一起用呢 可以 那大优的作用就是取消贪婪 就什么 其实他这里边解释的意思是设置贪婪 你看 怎么的 默认重复 加上外号可以变得怎么办 重复的对吧 与破是不见容啊 通过模式U 修正弧 通过什么什么对不对 那你再看一下 我如果这话得加上一个大优 原来是不是取消贪婪模式了 对 再加上大优的话 是不是又反过来了 对吧 就相当于负负负责的道理 对不对 你原来是贪婪的 加上大优就变成不贪婪的了 原来不贪婪加上大优就变成贪婪的了 就相当于把这功能模式取消了 所以这两个是相克的一个功能 对吧 同时只用一个明白这个 但我建议大家还是用点星问号的 这样用的居多 用大优的人少 听懂吗 嗯 那这就是大优的这个模式 嗯 现在看一下 用文号的居多 就可以搞定了对不对 嗯 那其他的模式修正弧呢 咱们一般的用的就不算太多了 所以大家看也不用太看了 基本上没用对吧 就算我都给你讲了一个也给你做实验了 对吧 然后你也用不到 那咱就不讲 听懂吗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 咱们要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这个E 但是不是现在讲的 是在正的替换的主要说 好啊 大家如果能把我列出这几个 IMS小X的大优弄明白 模式修正弧就够大家用了 对吧 所以写证则表达是不能忽略这个 就是什么 好 我给大家保存一下 那到这节课咱们正则表达式的所有的部分 就是语法上的定解符 原字符 模式修正弧符 是不是组织正则表达式就完成了 对 那下节课开始咱们就写一些常见的正则表达式 让大家练习一下都正则表达式怎么去编写 听懂吗 嗯 好 谢谢大家 这些课咱们就到这里 在这刻咱们继续正则表达式 好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